14分我在台中市的台中公园 后面就是知名景点胡心亭 那么透过台湾看透透这个即时影像系统 就可以看得到我在公园里面做了些什么事情 这是行政院我的一政府网路服务 网站里面提供最即时的影像 就像从监视器看台湾 全来各地超过60多个景点 想看哪里就点哪里 以前我们如果上网查的话 他顶多给我们文字跟图片嘛 他现在即时系统的话 我马上就得到最新的实况 农历春节九天廉假 风景游乐区被人潮车潮挤爆 民众说以前出门旅游 天气交通状况跟人潮 只能够透过广播用听的 现在直接上网就能看到第一手资讯 当然方便 北从淡水的渔人码头故宫 中部的荷欢山雪景 南至墾丁海生馆 甚至里面的企鹅 统统都能看到第一手即时影像 第一个就是天气嘛 再来就是交通状况嘛 如果说人潮那么多的话 你根本就塞不上去的话 那不用上去 民众说有了即时影像 不用担心交通阻塞天气不好 白跑一趟 此外各个景点的简介 文化特产跟活动 网站上都有详细记载 留资讯再进化 以后民众出门旅游 就是像这样 先看再说 另一位新闻林志恒将军 张子民台中采访报